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两个人联系上之后 聚敬业大S还相互说着情话 原来重逢才知道你一直都在我心里 不得不说这绝对是情话的天花板了 网友们都有点羡慕当时两个人重逢的那一瞬间 一定是心底的声音被召唤了 对此不少网友就开始发问了 如果聚敬业一直都在大S的心底 那么汪小飞是不是就属于替代品了呢 不知道汪小飞听到这样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心情的 不少粉丝也是直言真的为汪小飞布置10年的婚姻啊 如今聚敬业和大S已经在台湾登记结婚 大S的经纪人还表示他们会以韩国登记的时间为准 当作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 对此不少网友也是褒贬不一 不过呢还是有很多网友为他们送上了祝福 就连前婆婆张岚在直播的时候都为大S送上祝福 虽然不知道张岚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张岚表示无论是谁结婚自己都会送上祝福的 这是自己的原则 毕竟做人要学会感恩 要满足于当下 最近大小S都已经想好具体的行程安排了 就等聚敬业隔离结束就带他好好的游玩台湾 重拾当初的美好 如今聚敬业隔离结束 他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登记结婚 不过大S经纪人透露 接下来这两天他们并没有外出的打算 想必也是要好好享受一下甜蜜的二人独处时光了 目前汪小飞已经重新改回自己的本名 并且还取关了大S 想必就是看到大S俊敬业秀恩案而彻底放弃 想要重新开始吧 网友们也是纷纷地劝诫汪小飞要向前看 汪小飞是替代品吗 大S俊敬业当年是被迫分开 二人超甜蜜情话曝光 在祝福大S俊敬业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汪小飞能够尽快地找到自己的另外一把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大S和俊敬业在婚之后 一儿一女去向已关注 建议汪小飞接回北京生活 众所周知 在最近大S和韩国明星俊敬业已经完成结婚 她的工作室在社交平台官宣确认了这个消息 大S的工作室还强调 因为大S本身比较喜欢低调 就不再和媒体直接的当面交代了 从目前来看 大S铁了心要和这个韩国艺人结婚 而且现在已经完成手续 也就意味着 他们两人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 接下来他们两个人不管是留在台湾 还是到韩国生活 对外界来说恐怕都不意外 毕竟对于大S来说 她现在已经再次成为别人的妻子 尤其成为韩国人的媳妇 按照他们的传统 大S很有可能会被要求回到韩国生活 做家庭主妇生子 而对于俊敬业来说 她现在50多岁 还是单身一人 现在刚刚结婚 也没有生过孩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未来不排除 俊敬业要求大S给她生孩子 她年老的母亲恐怕也想抱孙子了 如此一来呢 大S和俊敬业有可能到韩国生活 甚至两个人之后不排除会有孩子 如此一来 关于大S和汪小飞之前的一儿一女 他们到底要去向何处呢 备受外界的关注 毕竟大S再婚之后 尽管俊敬业看起来整个人还是比较踏实的 但是两个人重组家庭之后 妻子妻女是否能够得到妻妇的疼爱呢 这点完全不好说 而且外界对于俊敬业的了解 只是从她的演艺生涯中知道她的大概情况 但是她对小孩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除了她自己 恐怕大S自己都不清楚 目前看来外界还是比较担心 俊敬业在结婚之后会冷落两个孩子 既然如此汪小飞何不把孩子接回去内地生活呢 在此之前汪小飞是为了迁就大S 所以才会选择把两个孩子送到台湾省生活 以及接受学习和教育 如今随着两个人离婚之后 如果这两个孩子不能够在母亲以及继父中 得到该有的疼爱的话 与其继续留在当地 还不如回到汪小飞这边 作为一个大老板 汪小飞现在完全有经济实力 赡养了两个孩子 关键她现在还是单身 而且她的母亲张兰一直念叨着想见孙女孙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汪小飞没有理由不接回这两个孩子回北京生活 让他们一家人团聚 对于大S来说 既然她现在选择把更多的爱 更多的时间放在聚集业身上的话 可能之后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兼顾到两个孩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S不妨赶紧放手 让这两个孩子之后能够跟随他的前夫回到大陆生活 这样一来可能对这两个孩子的未来发展会有更多的好处 尤其在此前大家还有另外一种猜测 如果大S跟随聚集业到韩国生活 一旦这两个孩子也跟着过去 肯定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 毕竟汪小飞这两个孩子从小就在台湾省生活 已经适应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以及饮食 如果一下子去到韩国生活 人生地不熟会面临很多陌生人 一方面饮食不习惯 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会遭到欺负甚至启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两个孩子一旦去了韩国生活 完全就是自己遭罪 而且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呢 如今大S再婚之后 他都没有太多的理由继续留在这两个孩子身边 如果他真的为这两个孩子考虑 确实是时候应该把他们送回到父亲的手上 让汪小飞带着他们继续成长 否则以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 随着大S把更多时间和爱放在自己的新欢上面 这两个孩子未来的成长可能会有所缺失 甚至以后性格都会出现问题 很显然这不是大S和汪小飞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对于大S来说 他想要寻求自己的幸福没有错 但是一定要照顾到两个孩子的感受 让他们选择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生活 对于汪小飞来说 也应该勇敢一点 作为父亲 该把孩子接回来就赶紧接回来 不要再有任何的忍让和退让 否则到头来 受伤害的只是两个无辜的孩子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转发